健康加财富,知足就是福 大家好,欢迎再度来到邱正宏谈健康 今天邱医师要继续跟大家谈的是 在网络上有人问我的另外的问题 就说,医师你好,不好意思,请问一下 我月经来潮之前和月经当中 那个金钱症候群会很想吃甜食 让我很不舒服 他说呢,吃什么食物 可以让金钱症候群想吃甜食的欲望 能够改善或消失 他说呢,他看文章报道说 吃个才能够降低想吃甜食的欲望 这是真的吗 那邱医师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说,金钱症候群或者是说 食欲特别好,想吃甜食 到底应该怎么办 难道一定要吃个吗 个这是一种金属的一个物质 它可能在一些产品当中含有这个成分 举例来说,像啤酒酵母里面就含有这种个 所以这种,是不是一定要吃这样的东西 好,其实,确实要跟大家讲 就说食欲的控制 的确是我们减肥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那但是呢,一定要吃个吗 我觉得倒也未必 当然,食欲的产生有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说,你真的饿了 对不对,血糖降低嘛 那就会启动一个饥饿的反应 你就逼迫一定要去吃点东西 因为这是为了维持生存所必须的过程嘛 那另外一种状况呢 好像明明血糖就没有降低,不是很饿 可是看到美食,看到这个好吃的 就特别的想吃那种食欲非常旺盛 或者是特别想吃点甜的东西 因为我们科学研究知道说 甜食吃进来以后我们脑部会得到一种奖励的这种反应 那就感觉到说,这个辛苦都值得了 然后呢,会有一种很满足的感觉 好,那这种想吃甜食的欲望呢 其实在国外有做过研究 就说那种,这个有没有什么方法来克服这种甜食的欲望 好,奥地利就在2015年发表了一篇研究了 他们发现就说,这个找来几十位特别喜欢吃甜食的这个寿司者 然后呢,让他们停止三天不准吃甜食 那么就是让他好像很想吃很想吃的那个欲念产生之后呢 分成两组 第一组呢,在让他看到甜食之前呢 让他先快走十五分钟 那第二组呢,就没有快走 就在那边坐了十五分钟 坐十五分钟,可能看报纸怎么滑手机嘛 对不对 然后呢,十五分钟结束以后呢 在他们面前摆上甜食 摆上甜食还怎么样,还不准他吃 不准他吃的目的就是希望引起他那种欲念 引起他那种想吃的那种生理反应 结果发现什么 发现说呢,有运动十五分钟的这一组呢 不但呢,心跳、血压都比较稳定 同时呢,身体里面那种 这个对于食物引起那种焦虑感 就很想吃吃不到那种焦虑感呢 很明显的降低 那坐十五分钟的这一组呢 哇,明显的产生一种焦虑反应 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那这个就是回答了我们今天这位朋友问的问题 就是说,当你很想吃甜食的时候 你看到甜食忍不住想吃的那种欲望 会让你不吃不爽 非常的痛苦压抑 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好,你就学习这些论文里面的做法就是 快走十五分钟 所以以前呢,确认是呢 在别的影片当中呢 有讲过说 快走可以降食欲 不然就全巧克力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你有想吃甜食的欲望的时候呢 你赶快去快走个十五分钟 快走不一定要跑步机啊 对不对,你就到你们附近的那种空旷的安全的地方 去走一等 快走 超过十五分钟也没有关系 好,回来以后你看到的甜食 就比较不会那么想吃了 对不对 好,那如果还是想吃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就是选那种,这个我们讲说 趴数比较高的这种巧克力 比如说85趴,90趴以上的巧克力 不但可以抗氧化又可以提升新陈代谢 好,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又可以避免你容易发胖 因为要热量比较低嘛 咖啡又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好,所以今天呢 给这位朋友回答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在金钱症候群或者月经前后 特别爱吃甜食 特别有吃甜食的欲望 那怎么办呢 当你欲望来的时候 就是快走十五分钟 好,这万不得已 一定得吃 那你就吃点黑巧克力 好,这样听懂啊 好,所以今天就分享这个讯息给大家 希望对你有帮助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分享 按小铃铛获取最新的讯息 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 下回再见咯 拜拜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 请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 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 请按订阅 下回见